2019最新最完整圣诞倒数月曆开箱 最华丽最闪耀最香喷喷 千万不要错过喔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每年年底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重量级的圣诞倒数月曆了 那我今天搜集了非常厉害的圣诞倒数月曆 一次开给你看喔 第一盒也是最重量级的 Jo Malone London的耶诞倒数月曆 他可是非常热腾腾才刚到我手上的 他每一年的那个耶诞倒数月曆的外型都差不多 就是他们英国总部的样子 就是一个房子 然后上面有门牌号码就是52号 这是他们的耶诞倒数月曆 那我要打开来啰 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缎带 其实一拉开来就是左右两边都能够打开 你看有24个小小的抽屉 他每年的圣诞倒数月曆 他这个纸盒都做得非常的扎实 一小格一小格 其实如果你全部都打开来了 你还可以留下来当成你的小珠宝盒 我觉得也非常好 放在家里很漂亮 背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 完整的一个他们的街道的图 其实非常有英国伦敦的味道 那我们现在来24格 你们最想要看哪一格 Jo Malone最多就是古龙水嘛 所以他里面有15种古龙水 其中大概有6瓶是黑瓶 黑瓶就是比较浓郁气息的味道 它里面也有喔 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12月1号好了 因为12月1号是12月的第一天 最令人期待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什么古龙水呢 打开来 你看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 像糖果纸一样的包装 好像在拆糖果一样 可是没有要吃 只要用来喷 这是1号的古龙水 它是什么古龙水呢 Jo Malone给你的是 罗勒与橙花的古龙水 那其实这个是他们很经典的味道 淡淡的白色香的基调在里面 好像喷完之后就是 像洗完很干净的澡一样 非常的清新 我觉得这一瓶非常非常的好闻 好 再来要开第几号呢 12月3号好了 在这里 12月3号啊 它其实也是一个古龙水 它其实是一瓶 一瓶黑瓶耶 这瓶黑瓶啊 是乌木与佛手杆 这瓶我觉得非常适合冬天 因为它有一种那种冬天啊 在那个炉火旁边 烧着炉火的那种围炉的感觉 是黑瓶系列 这瓶也非常的好闻 接下来我们要开12月22号 也是一瓶非常厉害的黑瓶系列 它是头目与皮革的一个古龙水 那它是一个自然融合一种皮革的味道 也很适合冬天 它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的一个中性香水 如果你是走比较个性调的女生 冬天非常适合这一瓶香水 接下来有三款身体保养类 也非常值得介绍 第一个是12月9号 12月9号 这一瓶是丝绒玫瑰与乌木的淋浴油 洗完之后你擦干 身体就会有一种润润的油脂在上面 就是你不用再擦任何的乳霜 身体就会很柔软了 这味道也是适合有点带有玫瑰 又有一点木头的香味 很适合冬天 接下来是12月14号 它是今年推出来的新口味 这个是14号 这个墨药与玫瑰香身体乳霜 它真的乳霜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轻柔 而且很快就被肌肤吸收了 不会有一种很黏膩厚重的感觉 在冬天使用起来很温暖 味道非常非常的温暖 接下来也是一个今年推出来的新味道 24号 这个24号其实是最压轴的味道 是今年推出的新味道 是罗勒与清零 就是一种很清香的沐浴皂 它其实这个香皂 它的泡泡很细致 洗完身体全身都超级香 我也超级喜欢这个味道的 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有三款迷你的香氛蜡烛 那其中我要开两款蜡烛给你们看 因为这两款蜡烛 是只会出现在圣诞节的时候 别的季节是买不到的 这两个迷你香氛蜡烛 大概都是35克的容量 那第一款啊 这个是在4号里面 12月4号里面 它其实闻起来很甜 它是甜性跟马卡龙的迷你香氛 它是营造在一个 就是你经过长途跋涉回家 然后坐在沙发上面 喝一点点茶跟吃一点甜点 那种很温馨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整个就是很甜很甜的一个蜡烛 那第二款呢是12月11号 这个是焚香与火穴的迷你蜡烛 它闻起来啊就是好像一个你在烧焚香 那种比较东方味道的焚香 有点让你心里会变得很宁静很沉静很安详的感觉 然后也很适合冬天 所以这两款其实味道差别很大 一个是很甜美一个是很神秘 一次在圣诞礼盒里面 Jo Malone我开了八个我觉得非常值得介绍的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其他 你自己慢慢去搜寻吧 接下来啊这一颗巨大的Dipty圣诞倒数礼盒 是大概目前市面上最昂贵的 也非常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可观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香氛蜡烛很多 所以它这一箱非常非常的重 那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的设计啊 它今年是以吉祥幸运服的概念 就是这个艺术家他把全世界各地区文化 对于幸运这个符号全部都画在这里面 然后又有一种很缤纷的色彩来呈现 那我们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好开门 哇你看就是把门打开来之后啊 这个就是集结所有的幸运服给你 希望你可以在2020年非常非常的幸运 然后像是有很多金龟子啊 还有老虎 还有那边 招财猫跟幸运草 那这里面呢 其实包括了 8款个人的香氛 15款居家香氛 跟脸部跟身体保养各一 所以有25件 那我先来看一下就是个人的香氛系列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其实是4号 12月4号 12月4号啊它其实是一个清爵的蛋香精 它是今年才推出来的 然后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清新 然后一开卖其实马上就被抢光光 它这一次有放在它的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接下来啊是19号 19号啊其实也是我个人的私心推荐 因为它这个啊是杜桑的味道 杜桑其实是一个晚香玉的味道 是Dipty它的创办人 小时候跟他的爸爸在越南的生活经验 就是越南那种晚香玉 夏天有点点晚香玉那种花香飘来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清香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杜桑的味道 那它放在这个倒数月曆里面 它同时间有另外一款 是杜桑的身体沐浴油 9号它其实也是杜桑味道的一个身体沐浴油 那沐浴油其实就是在你洗澡的时候 把它当成沐浴乳洗完之后擦干 身体就会传来那种淡淡的杜桑的晚香玉的味道 让你的肌肤很润滑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冬天使用 个人的香氛系列啊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12月21号 一个玫瑰之水的香氛贴饰 它其实就是一张贴纸 可以贴在你的皮肤上面 散发出香水的气味喔 21号 这个12月21号上面有小瓢虫 象征永垂不朽的里面是什么 是一个他们的明星味道 玫瑰之水的一个香氛贴饰 那这个啊其实在今年上市之后 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就是只要贴在你的身体的肌肤上面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散发出一种味道 大概可以持续个两三天 如果你不洗澡不撕下来的话 没有啦它其实可以撕下来重复的使用 它的玫瑰之水的香味可以让你一直持香一整天 而且是你自己才闻得到的那种清香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Deep Tea最厉害的就是蜡烛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款 这个是12月5号 它有点炭烧雾霉的味道 我觉得也是很像冬天啊 围在火炉在那边烧炭木那种围炉的感觉很温暖 这个是大概有8个这种35克的香氛蜡烛 那35克的香氛蜡烛平时店上是不会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别人都没有 只有它有的25号是什么 那你看25号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里面也是一颗非常令人感到惊喜的大蜡烛 这个25号其实是它今年的圣诞限定的香氛蜡烛 然后里面其实是一种木质调 就是西伯利亚冷山雪松还有一些草的味道 那就好像让你走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香味 非常的有感觉 而且有疗愈的效果 这是25号 接下来啊 其实居家香氛系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Deep Tea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东西 12月11号这一格 其实是幸运的吊饰喔 它其实跟香水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就是三个那个圣诞节的圣诞吊饰 如果你们家有在装就是有在放圣诞树的话 其实把这三个金色的幸运服挂上去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两个啊是Deep Tea的脸部跟身体系列 如果你是Deep Tea的铁粉 你应该也知道他们其实有出脸部的保养品跟身体的保养品 那第一个啊其实是这个12月17号这个感觉蛮大格的 打开来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脸部的水凝露 里面啊是用玫瑰花的纯水做的一个水凝露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深层的保湿 那你也可以用它来湿敷 其实皮肤会蛮润泽感的 接下来是12月6号也是一个跟身体有关的一个乳霜 是一个身体乳霜 其实包装很小巧可是携带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身体乳霜啊重点是味道都非常非常的清新好闻 那这一款啊是有玫瑰的香味 也是女生最喜欢的玫瑰香味 它的质地啊其实很滋润很适合冬天来使用 抹上去之后啊皮肤会有点润着的感觉 可是也不会太油腻 所以当你全身抹完之后就是全身都散发着很香很香的玫瑰味 以上就是我帮大家开的dip tea的一些我觉得还蛮惊艳的礼物 那还有其他的格数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一下吧 接下来啊是欧苏丹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那他们以前的倒数月曆啊都是用搓搓落的方式 今年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看来是这样子它有一个腰风打开来之后啊 其实还是一个纸盒 可是纸盒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设计概念啊是一个魔术方块 可以翻转的概念 像这样子你看翻过来翻过去 就是无限的打开来翻过去 它的号码就会变来变去 所以如果你要找号码其实还蛮不好找的 那今年啊其实欧苏丹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它有三款有黄色蓝色跟红色 那这款红色啊是他们的奢华版 它的插画其实是台湾一个插画家潘兴平 这个女生化的设计 然后其实整个都很缤纷很童趣 希望可以就是永续环保的概念 那我先介绍就是脸部两个明星的产品 就是如果你是欧苏丹的粉丝 你一定会有的产品 是哪两个呢就是16号跟22号 其实这两个啊是脸部的明星产品 一个是16号的这个蜡菊霜 其实这个蜡菊霜是他们的明星成分 就用到了这个蜡菊的植物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啊 就是如果在冬天的时候皮肤很干燥 有一些纹路啊就是或是松弛啊 它其实一瓶啊就可以帮你解决 这些有点老化的皮肤困扰 另外22号啊这个光脆激活露啊 也是他们超明星的产品 它其实里面呢是一颗一颗的围倒 精球的科技再加上一些成分 所以擦在肌肤上非常的柔润 欧苏丹的明星成分就是乳油木的这个成分 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因为欧苏丹的那个 乳油木的护手霜非常有名 才认识这个品牌的嘛 那这个倒数阅历里面呢 其实有8款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乳油木的产品 像是护手霜啊护足霜啊 还有就是洗澡的啊沐浴油啊护唇霜啊 它有8款 那其中里面呢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 台湾没有上市的乳油木眼膜 它其实是在12月6号这一个 那我们来找找看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盒啊 乐趣就是在于很难找到你要的那个日期 然后大家帮我来看一下 到底6号在哪里 12月6号隐藏版 藏了台湾没有上市的乳油木 找到了原来它藏在这里 那这个眼膜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它是一个片状的眼膜 台湾完全没有上市 它其实就是敷在这个眼角的这个下面 就是因为这边其实还蛮容易产生肝纹跟细纹的 那所以需要一个乳油木的滋润 所以它就是敷在这里 倒数圣诞月曆里面啊 其实还有两款 就是它的洗髮精跟润发乳 是草本修护的洗髮精跟润发乳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系列 因为它里面还有五种的植物精油 所以可以把你的头发洗得很干净之外呢 还可以给你就是植物精油的滋润 洗完就是很蓬松很柔顺的感觉 它是在12月的12号跟12月的20号 登登就是这两款 一个就是草本修护的洗髮精跟草本修护的润发乳 圣诞倒数月曆里面啊 其实最大奖就是12月24号这一天 那欧苏丹里面放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今年最新上市的 原野之星的香水 那这个香水啊 其实一上市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它的瓶身非常的可爱 然后啊我自己要再加码开一个东西 就是它12月7号也是我的爱 我的什么爱呢 因为它也是乳油木系列 它是一个手磨霜 那其实它比护手霜啊更滋润 对 因为它加了这个乳油木的 它有25%的乳油木的成分 很多人冬天啊 如果像是那些手指的地方啊 常常洗手又干又裂 甚至有点流血 什么东西都不敢碰 那你擦上这个手磨霜 它其实就好像帮你的手 加了一个隐形手套一样 可以帮你修护这些干裂的地方 所以冬天只要是手会干裂的人 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欧苏丹的手磨霜 接下来啊是少女的最爱 就是Paul and Joe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那它们其实是第三年推出这个倒数月曆 然后第三年其实也是最豪华的倒数月曆 其实这个倒数月曆上面的设计啊 依然是有它Paul and Joe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它的设计是Sophia两只爱猫依然在上面 还有这些粉红色跟粉白色的这个西洋菊 搭配圣诞节那种雪花纷飞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有甜蜜的圣诞节的感觉 Paul and Joe圣诞倒数月曆 它的形式是搓搓勒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号码里面 是看到终于的就直接搓下去就对了 那第一格啊我要介绍的就是它的明星产品 它最热卖的保湿隔离乳 是在12月2号这一个 在右下角这一个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像门栓的地方按下去 其实它就可以打开门 门就打开来了 然后呢它这个这一款呢 就是它畅销的这个保湿型的隔离乳 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很漂亮的金色珠光的粉末 它其实对于修饰我们亚洲女生的皮肤啊 可以带来一种很光润的效果 同时也很健康的肤色 保湿隔离乳 接下来啊我要开的是Pore and Joe的 有关于唇部的产品 12月的4号 4号在哪里 4号在这里 哦它是上纖型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哇有没有很可爱 它上面啊有很多蜜蜂的图案 对它就是一个蜂蜜的护唇膏 那我还蛮喜欢它们家的护唇膏的 因为它就是蛮滋润的 接下来啊也是一个唇部的产品 是12月24号 其实是最大奖 第一个马上就开出来了 打开来是什么呢 哇其实是一个他们家的唇膏耶 猫咪保湿唇膏 其实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都要另外有一个唇膏的套子嘛 它其实打开来是一个 登登登登 一个猫咪的头耶 你看这是他们家就是 大家只要是猫咪咪都很喜欢的保湿唇膏 那它这个颜色是008 是属于正红色 那比较很适合亚洲的女生 另外啊唇部系列 还有一个限量的产品隐藏在这里面 就是21号 来看一下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限量的保湿唇蜜 现在冬天呢 其实大家流行比较雾面的唇膏 可是有很多女生还是喜欢唇膏 有一点点光泽感 所以这个限量的唇蜜 其实插在你的嘴巴上面 它可以让你的唇膏上面 有一点点亮泽的效果 其实也蛮好看的 接下来啊 Paul & Joe 它们的腮红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然后它有一个限量的双色腮红 就是它有珊瑚橘跟玫瑰红 这个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用的 不败腮红 在这里 打开 哇你看这么大 它其实是一个正货 它其实是有珊瑚橘跟玫瑰红 你可以这个做成主色 然后呢珊瑚红就做为打亮 然后它里面都含有金色的一种粉末 所以金色的粉末很适合我们亚洲的 就是偏黄女生的皮肤 可以让你的气色很健康很自然很红润 另外啊我要开一个就是它的一号 因为它这个一号啊 范围实在占太大了 实在是太好奇它会是什么东西 哇要用撕的耶你看 好大气喔 哇你看 好大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化妆包 后面其实是整个毛茸茸的 是一个老虎头的图案耶 拉链的部分也是它的这个很特别的 这个西洋局的 这个化妆包看起来就是好温暖的 好适合冬天 其实它这里面啊 除了这个化妆包之外啊 还有一个束口袋也是可以装东西的 其实这个限量的倒数月曆 非常值得买 你再去买去找找看那个束口袋在哪里吧 我要再加码第二波 就是美颜系的圣诞倒数月曆 让你美美的香香的迎接圣诞节 第一个啊就是迪奥 这是迪奥香芬世家的倒数月曆 为什么它很特别呢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是台湾还没有上市的 因为其实迪奥的香芬世家的香水 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有了 它里面啊就是迪奥的一个新的香水系列 都是走中性的香水风 那可是它里面都是以玫瑰花为主 那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是一个法国的艺术家设计 你不要看它表面白白的 其实打开 登登 其实非常的有抽象的艺术家的气息 也满缤纷的 那我来开给大家有哪些比较惊喜的味道 像其实它里面卖的最好的啊 其实是有一个味道 叫做Lucky Lucky在哪 找一下Lucky 好 其实是在这边 这瓶香水啊 据说现在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香味 因为呢 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名字吧 因为它叫Lucky 所以大家就觉得喷上它 就会非常非常的幸运 第二个啊 其实是它们的迷你香氛蜡烛 迷你香氛蜡烛啊 它们可是法国一个高级的定制的制辣工厂所制造 然后它连它这个瓷瓶也是属于工艺设计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另外啊它还有一个香氛皂 那它的香氛皂啊 这一款是玫瑰的香味 其实也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厂所做的 然后它的泡泡也非常的柔细 即使是香皂用到最小 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的香 那另外啊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其实还有三款的陶瓷吊饰 那什么是陶瓷吊饰呢 就是它是一个陶瓷制的一个吊饰 你要喷上香水放在 挂在每一个地方 它就会味道香香的 那它其中其实有三款 然后这一款呢是星型的 还有爱星形状 还有迪奥的logo的经典型 我觉得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的三款 大家都可以去找找看 接下来啊是我自己本身蛮爱的 海洋拉娜的这个倒数月曆 海洋拉娜的成名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它的创办人在一次实验室的研究 意外了灼伤它的皮肤 那因为找了很多药都擦不好 所以它索性就自己开始研发一些保养成分 那它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实验 终于开发了一个浓缩精华的成分 放在它的保养品乳霜里面 把它的皮肤就治好了 那这个倒数月曆啊 其实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其实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不过它的这个倒数月曆设计的理念啊 其实是一个奇幻实验室的概念 你看打开来里面呢有一些像是 像是一些烧杯啊跟一些漏斗啊 反正这些图案大概就是实验室研究的那些器皿 那里面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它只有12格 不是像别人有24格 可是12格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够用 我想要开4格 我觉得蛮厉害的东西给大家看 第一格啊就是这个4号 4号里面是什么 是一瓶浓缩精华露 其实我自己超级喜欢这瓶精华化妆水的 因为它的质地是属于比较浓稠型的化妆水精华液 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啊会懒得使用化妆棉 那使用这种化妆水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按摩啊润则肌肤 肌肤一下就有点烹润跟保湿感 所以我觉得这瓶精华露 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荐 另外呢就是一个我也觉得很不错的东西 它是在9号 9号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正货哦 就是柜上卖的正货 它不是一些小sample 它是修护纯粹 可以让你的唇部的比较干燥的肌肤 立刻就是水润跟蓬润 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它的味道 因为它的味道有点薄荷凉凉的感觉 擦在嘴巴上面就有点蓬润的效果 那海洋拉娜其实最厉害的东西 其实就是它成名的乳霜嘛 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给你两瓶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就是11号跟12号 两瓶海洋拉娜的乳霜 一瓶啊其实是亚洲女生比较喜欢的舒服雷的质地 它的比较轻 它的质地比较轻盈 一瓶啊就是它的经典乳霜 质地就是比较比较丰润一点 那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 以及不同的肤质需要来使用 那它的这个陶瓷的这个包装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真不愧是海洋拉娜 接下来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牌子 就是YSL YSL啊其实今年是第二年推出圣诞倒数月曆 那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的外型是一个黑色的底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星星 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YSL那么爱用星星 原来啊它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特别的人的那颗唯一的星星 那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打开来 里面一样有24格 其实这24格啊里面啊 有一些彩妆品保养品还有一些香水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它这里面有六支唇膏 而且唇膏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麦色 第一格啊是13号 它里面啊其实是奢华断面的唇膏 打开来它里面都是有个像糖果纸的包装 然后你看它就是一个金色的口红 其实我觉得它的唇膏变成小版 非常非常的可爱耶 那这一支颜色啊其实是1号 蛮偏向正红的颜色 它还有一支非常非常热麦的颜色也放在里面 是22号 你看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迷你版的唇膏 它这个颜色是13号 那13号这支颜色比较偏橘 那这一支比较偏红 其实这两个颜色啊都非常非常适合亚洲的女生使用 另外啊还有一支唇鹿就是在第11号 这个颜色啊其实也是超级热麦色 那它能够有粉雾的效果 所以让你的嘴唇上面的唇彩比较能够持久 就算是你耶诞节去party它也不会掉 所以这个颜色也非常值得推荐 那另外啊我还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小秘密 就是他们在台湾还没有上市的香水 是在哪一格呢 是在第16格 你看这个香水在目前台湾还没有上市 其实是明年2月才会上市 它这个啊其实是感自由淡香精 它是什么味道呢 我只能跟你说很好闻 那反正明年2月你再密切注意这款新香水的上市 如果你是YSL迷一定要知道 另外呢我想要开一个最大奖 因为我觉得放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超值了 就是它的第24号最后一天 它放了什么呢 就是YSL最经典的名材笔 大家都知道其实YSL名材笔真的是非常非常久了 那因为它这一支啊是可以遮瑕 或者是做一些T字部位的打亮 甚至你唇周啊 如果有一些唇周的肤色比较暗沉 你也可以用这个唇彩笔 在唇周先压一下再来上口红 那很多品牌也都follow它推出了类似的产品 所以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非常非常的值得购买哦 接下来啊是这个屏幕宣言的圣诞倒数月曆 他们家可是第一年推出圣诞倒数月曆 也把所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好东西全部都放在里面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吧 它打开来里面呢其实是有24格 然后是用搓搓了的方式 就是一搓下去惊喜才会在里面 那屏幕宣言的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里面放了两大系列是我想要偷偷告诉大家的 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冬天非常 大家非常喜欢的姜味暖暖系列 还有现在非常夯的灵芝系列 那它的灵芝系列啊其实在里面有三个 一个是洗脸的 一个是化妆水 一个是精华液 它分别在 这三个啊是屏幕宣言现在非常夯的灵芝系列 它一次给你了洗面乳 还有化妆水跟精华液 那我觉得这一款灵芝系列啊 真的是调理肌肤的好帮手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瓶灵芝水 因为灵芝水它就是在任何季节都可以使用 可以帮你调理出健康的肌肤 用来湿肤也非常好 其实讲到屏幕宣言啊 也一定要讲这个姜味暖暖系列 因为它们就是非常有椰蛋气息的味道 它里面有身体的乳霜 沐浴乳 还有一个就是护手霜 那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它护手霜的感觉 就是擦完之后啊 就是不会很黏膩 很清爽 它的味道就是姜味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 很有冬天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耶 因为屏幕宣言这一次的圣诞倒数月曆 里面有一些美颜的小道具 像是这两个 一个是洗脸刷 一个是面膜刷 它洗脸刷就是加了泡泡之后 它其实刷子蛮柔软的 就是这样打出泡泡来 可以轻轻的在脸上做一些按摩的动作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小刷子 这个小刷子其实是面膜刷 屏幕宣言里面有很多那种涂抹式的面膜 涂抹式的面膜 其实用刷子可以伤得更匀秤 让你每一个肌肤的那个薄度都是一致的 所以按摩刷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小道具 那我觉得这一次 屏幕宣言真的非常有诚意 有一些小道具让你去发现 接下来是这个小而精致小而美的 克兰斯的圣诞倒数月曆 它其实里面是只有12格 那如果是欧洲版的话 它其实是有24格 那亚洲版是只有12格 可是你不要看它好像蛮小的 其实啊它里面的东西非常的精致 而且非常的实用 它里面有两款大概容量有50ml这么大的产品 我觉得大概是所有这种圣诞倒数月曆最大容量的东西 那来看看有什么 1号的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它真是50ml的容量非常的大 另外呢还有就是3号 就是这个羊肝菊的这个化妆水 其实这两个容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也是他们家就是非常长青热卖的产品 那这个橘子优格洗面乳 它的泡泡非常的细致 可以洗出很滑润很平滑的肌肤 那另外呢是这个羊肝菊的化妆水 那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这个化妆水啊 其实味道闻起来蛮复古的 就是在你洗完脸之后 如果肤框比较不稳定 它可以给予镇定的效果 另外啊其实在克兰斯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有两款不是sample是正货 就是贵上卖的正货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第一个呢就是8号 这么大一格里面是什么 美唇油 那其实啊克兰斯的美唇油真的非常有名 而且它也是美唇油的十足 因为它里面用的是真正的精油 而且是天然色素的精油 所以你擦在嘴巴上面啊 它可以提供油脂的润泽 还有一点点适色的效果 那这个颜色呢是属于比较莓果红色 我觉得擦上去之后啊 其实是可以让你的那个 唇部的颜色非常的健康自然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就好像在吃果子一样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推荐 另外啊还有一个贵上的正货 是什么呢 就是第12号 哇真的它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保湿的眼膜 那保湿的眼膜它就是如果你的眼周肌肤 比较干燥 会有一些干纹的现象 它其实就是薄膚 可以当成一个晚安的眼膜 或者是厚膚大概十分钟之后洗掉 它可以快速的把水分补给在眼周肌肤 让眼周的肌肤比较膨润 就是解决一些干纹的现象 我觉得这两个是克兰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地方 以上啊我开了五个圣诞倒数阅历 其实还有漏网之鱼 因为它还来不及到达摄影棚 我现在就去柜上开给你看 哈喽我现在热腾腾就到了KELS的百货专柜来 因为呢它真的是才刚刚到货 所以我就杀到百货公司来开给大家看 这个是KELS今年第三年的圣诞倒数月曆 那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啊它这一次是跟一个芬兰的艺术家合作 帮它以骨头先生为概念 然后设计了一个奇幻旅程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吧 你看打开来之后啊它有一个立体的纸雕 就是一个骨头先生 喜欢KELS的人一定非常喜欢这个骨头先生 很像圣诞卡片一样 这个KELS的圣诞倒数月曆啊 其实里面啊有两个证获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诚意 那我现在来开给你看 第一个啊是一号 就是在带头证的一号 一号在这里 一号这个就是酪梨眼霜 其实酪梨眼霜啊 是给比较喜欢清爽质地的人 因为它如果眼睛有干纹啊 或者是有点干燥的现象 其实它这个比较清油脂 有带一点点酪梨油的眼霜 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效果 第二个啊超级大的证获 大概是我开那么多圣诞倒数月曆以来 最大最大容量的证获了 它在第几号呢 它是在最压轴的24号 这真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的护手霜 你擦这个护手霜 手会非常非常的柔软 而且不会有油腻感 你还是可以方便地继续做事 所以我觉得75ml的容量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方 它里面也放了我最喜欢的 氨基酸的洗髮精跟润发乳 它是在第几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21号跟22号 因为我觉得这个洗髮精的那个味道啊 是那种杏仁味香香甜甜的 而且洗完头发之后 它会非常的直顺跟光滑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氨基酸的洗髮精跟润发乳 它这个倒数月曆的设计很棒耶 因为它在它的门后面 都有把产品的品名 跟大概一些成分跟用途说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做法 另外啊 KELSE啊 有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 就是金掌花系列 它里面也有两个放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它放在7号 这个结盐乳啊 是我最近也在用的 它是一种就是淡淡的凝胶 可是它可以产出很细致的泡沫 洗完之后 我都觉得我的皮肤非常的滑顺 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的新头号 另外啊 金掌花的系列还放在9号 这个金掌花的爆水霜啊 今年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 而且皮肤可以立刻的饱水 然后有点蓬润的样子 然后它的金色的包装 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很适合一夜淡结 好啦 KELSE开了这么多 其实它还有一个亮点 一个非常可爱的亮点 它不是产品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它其实在23号 你们看到23号它其实不是产品 其实是一个别针 它是一个彩色的骨头先生的别针 我觉得别在身上 还蛮有个性的耶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爱 有趣 好有更多的惊喜 欢迎你自己来跪上 买一个带回家拆拆看 另外啊 我还有一个倒数月曆 也是刚刚到这个百货公司的 我现在要过去再开给你看喔 我现在啊 马上来到了 Jojo Armani的专柜 因为这一个圣诞倒数月曆 也是非常热腾腾才刚到专柜的 那这一次这个Armani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啊 是它今年第一年推出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奢华 整个概念啊 就是以星光红毯的概念 还有一个大猩猩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打开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哇 它其实里面有大大小小不同的24格的格子喔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吧 第一格啊我要开的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专柜正品 它是一个丝绒纯粹 这是一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Armani的这个丝绒纯粹 它是400号 就是亚曼霓虹 那这个红色其实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皮肤使用 这支纯粹也是柜上卖的非常好的正货 那它也放在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接下来啊我要开两个是台湾都没有上市的产品 也放在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一个是14号 14号啊这个盐彩露啊 其实是台湾还没有出这个颜色 那我也不知道它之后会不会出 这个颜色其实非常的漂亮耶 它就是有一点点古铜有一点点金色 然后它的那个光泽啊非常非常的细致 再来是17号 有一款香水台湾也从来都没有上市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就是一个淡淡的粉肤色的一个C的香水系列 它是属于花香调 台湾都没有上市过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性感 有女人味 接下来啊我要开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是24号的鸭轴 哇 其实24号是我本人的最爱 就是也是一个很大容量的粉水 这个精华液啊 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凝胶浓稠的质地 它会转化成一种水 所以让一些干燥的皮肤啊 立刻就有烹润痰的感觉 今天呢我就开了这四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 圣诞倒数月曆盒 其实里面啊还有四个还是五个 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一个Armani先生特别设计的别针有五款 我觉得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开看看 这五个非常特别的别针哦 摄影棚跟专柜总共开了七个圣诞倒数月曆 真的是属于美颜系的圣诞倒数月曆耶 如果你自己开了有什么惊喜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你有什么彩妆头发保养的问题 欢迎也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